全自我操的这种的精神 应该主权意识 在当时能够避免了外国列强 插手传政 插手中国近代工业的一种企图 1869年11月7日 飘扬着大清隆旗的万年清号 在一片欢呼声中 试航抵达天津大谷 接受朝廷验收 四天后 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验收官崇厚 奏报朝廷 该船在大海中冲锋破浪 船身牢固 轮机坚稳 舵弓 炮手 在世人等动作娴熟 并称福建船阵 能及外国之所长 得其俏妙 相信自此续造大小轮船 定会更加完善 船阵建起来以后 我的目的就是 首先的要给国家看到的 船是什么呢 你得造出船来嘛 江南制造局也得造船 所以国家设立这个的话 第一个目标就是 你能不能造出船来 所以外年清对于船证来说呢 是向清政府交的第一份报告书 就是证明我们这个合作 这个模式是正确的 恩格斯 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一艘军舰 一方面是大工业的产物 更重要的 它是大工业的缩衣 军舰 这个结晶呢 包括这个工业的原料 燃料 彩矿 这个工业的制造 对吧 甚至包括工业的运输 等等 这是一体的 所以这个船舰炮力的背后呢 是一个大工业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框架 所以这样呢 福州船证局 包括福州船证学堂的 它的建立 就对中国近代化 中国工业化 向前大大推动 从1869年 中国第一艘千吨级冰商两用船 万年情号下水 到1875年 沈宝珍调任南洋大臣的八年舰 福建船证 共建造16艘新式蒸汽动力兵舰 和运输船 总排水量达一万四千吨 这期间 前后学堂 也已培育出三届 共九十三位 造船和驾驶专业毕业生 他们大都担任 船证自造舰船的管带 管轮 以及造船各车间的 技术骨干 船证学堂就是 开启了很多个第一 第一个中国 开始有自己的系统的造船技术的培训学校了 第一个海军学校从这里战胜了 第一个西式教育 被国家承认的西式教育 就是冠冕堂皇 我们可以这么正正正式式的来做 李鸿章说过一句话 说是闽唐 就是船证学堂的后学堂 海军学校 说是闽唐是开山之祖 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他在中国海军教育上的地位 沈宝珍离开福州的这一年 马江之畔的福建船证已经雄起于中国的东南 在总占地四十万平方米的广大区域内 共建成轮机 铸铁 锅炉 翻篮 装配等十三个厂 通称船证十三厂 连同船务 会试院 前后学堂等众多的建筑群落 共同组成中国最大的海军造船训练基地 无论规模还是制造水准 都丝毫无愧远东及亚洲第一的称号 1871年 传政后学堂的英国总教席加勒尔 收到一封动情的告别信 这封信是严父 刘布禅等后学堂二十三位 即将出海试航的驾驶专业学生 连名写下的 加勒尔夫子教习 我等已修完功课 即将航海仪式本领 从今而后 我等将要去对付飓风 控制狂浪 窥测日新的运行 与您分别 虽决难过 但为国家服务之心慎切 今日离去 定将为您所喜悦 与赞取 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显为人知的第一次远航 年轻的中国海军学员 按照当时国际训练惯例 驾驶无动力帆船 建威号练习舰 开始他们历时四个月的首次海上远航 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 中国经历数次的海禁封闭 远洋航海衰败殆尽 如今 这群年轻的海军学员 将沿着当年郑和的航路 穿越台湾海峡 扬翻南中国海 远行马六甲海峡 这群年轻的海南 那群年轻的海峡 在这群年轻的海中 那群年轻的海峡 此阅一年轻的海峡 山下远航海峡